嘿大家好,我是球 好久不見 因為我學期間有點忙 然後這個禮拜終於是Spring Break 然後是我們的春假 就想說有一個時間來拍拍影片 然後如果你之前有在Follow我影片的話 應該可以發現我的一些風格 或者是Background有點不太一樣 沒錯,雖然我最近都沒有在出片 但我還是有在努力的提升自己的影片品質的 就是大家如果喜歡這個風格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或者是你有看到什麼很酷的Vlog 或者是一些拍攝影片的技巧也可以分享給我 那這部影片主要是想跟大家Share一件事情 就是我大概五到八月的時候會回台灣一趟 所以假設你五到八月的時候有想要做 比如說人像的拍攝 或者是有一些活動想要記錄 或者是你想要拍一些Cover 或是Vlog等等都可以找我 就是我會帶著我的攝影器材 然後還有一些 可能如果你有想要什麼故事或風格 可以提前跟我講 我們可以一起來規劃這樣子 然後就是當作練習 然後成品呢就是Share給你 然後如果你喜歡也可以分享出去 然後最近我又開始更新我的攝影帳號 就是放在這邊 是Photocredit2Chel 就是我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參考一些拍照的風格 或者是你想要做什麼樣的故事 都可以在這個IG裡面私訊我 或者是在底下留言跟我講 因為我覺得拍照或者是錄影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去記錄你的生活 或者是記錄你每個檔下你最想要抱留的樣子 所以如果你在五到八月這個時間呢 你有興趣或者是你有一些idea的話 你可以來跟我分享 然後我們就可以一起討論說要怎樣去 建構出一個屬於你自己的會議 然後我也可以提升我自己的技巧 我們就是互相幫忙 所以在五到八月這個時間呢 那如果你有興趣想要拍照或者是錄影的話 你都可以隨時用私訊 或者是email給我 隨時到IG裡面去留言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這邊 那就五到八月見